这是石榴啊 这地儿真不错 闹钟取静 空气又好 平常白天把老爷子催出来 就直接在这院子里 把太阳就晒了 这小木木没事就在这儿 溜溜她那些小宠物 这地儿啊 就像为你们爷爷仨量身 定做的一样 来 喝过水 竟然辛苦你了 做啥子辛苦 要谢 就得谢谢方言我严姐 给你提供这么好的地方住 要不然啊 我这心里多难受啊我 行了 这问题都解决了 该自责的呢 也应该是我 回头你跟露露说说 这事就翻篇了啊 行 你不觉着 这房子一看 就是精心被收拾过的吗 肯定是她昨天跟咱们说 这事的时候啊 就已经收拾好了 要不然这时间怎么来得及啊 你看 这是坡 这一看就是用心的 床单被罩全是新的 鸡脚嘎啦一尘不染 冰箱里塞得满满的 就连那个马桶边的扶手 天哪 我的哥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真的无法想象这一切 都是平常大大咧咧的 方警官干出来的 真是太颠覆我对她的印象了 叫啥子嘞 你说得没错 方言做这些太出乎我的预料了 我也没想到 我这最狼狈的时候 血中送他的人竟然是她 我也没想到 所以说呀 这人哪 必须得经历事 你才知道谁好谁坏 我现在想想方言 再想想那刘曼玉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说什么刘曼玉 我嘴真欠了 我不是有意的啊 不关你的事 妖怪只能怪我自己不生气 竟然混到这种需要大家 来救济过活的地步 你别这么说自己 困难都是眼前的 但是哥 经历这么多事 你绝对是个重情义的真爷们 你弟弟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你别这么夸我了 我哪有你说得这么好 哥 我给你赚点钱 你先用着啊 不用啊 真的不用 你听我说 目前这点困难难不到我 再说了 这住的地方落实了 我就有时间去找工作 真的难不到我 没事 真不用啊 真不用 那你前景的时候 一定要跟我说啊 你要是想帮忙呢 没事就多过来看看 那个陪老爷子聊聊天 照顾这个木木 没问题 我下班有时间我就过来 别哀声叹气的 别哀声叹气的 没事 没事 我先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行啊 咱差不多我杯中酒吧 来 来 来 你有事 你就先走吧 我再待会儿 怎么着 你不回家 我不来 不来 不来 几点了还不回家 不想回 烦你 你得多点时间回家陪老婆孩子 这两天呢 科室里太忙了 我过两天啊 少跟你安排几摊手术 你多回去陪陪他 千万别 请你多给我安排几摊手术 我情愿加班 这你就不对了啊 关键是小贾这个人啊 他表面上看着连接 其实骨子里倔着的 你给他惹急了 他真给你离 你就离呗 陈决 那为了孩子 就没大毛病 你凑合过吧 我是愿意凑合 他不愿意啊 他又怎么办 你不知道 主意一天比一天大 瑶瑶吧 一会儿让他上国际学校 没问题 一会儿又要带他出国 出国有那么容易吗 怎么劝都劝不住 没法说 不是 他带孩子出国了 你怎么办呢 他居然让我辞职 跟他一块出国 让我去国外当大夫 有那么容易吗 笑话吗 简直就是 不是 这可是大事啊 你可得想好了 你出去容易 你回来不容易 可不是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他的毛病 我真的是受不了 他就喜欢翻我手机 一直翻 一直翻 我输了一次两次多不行 你说这合适吗 这可是他不对啊 我当他面我也这么说 这个夫妻之间要有空间呢 他呢可能是没有安全的 你看你现在 人又帅又当年 对吧 你医院里有那么多 实习小护士吧 行了 行了 不说吧 先回去吧 暗星 俊逸 咱们呢是老同学 我这个代理住院总啊 你得多支持我一下 其实说实话啊 我觉得你干合适 真的我不想干 我跟李院长 那推输了好几次 他非让我干 我也没辙啊 长俊 我不是黄自立 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对那个住院总 根本没有兴趣 而且 你也不需要让我 配合你工作 今天请我喝酒 太生分了吧 怎么着 你不请我喝酒 我就不认识工作了吗 我请你喝酒 我真不是为了这个 我就看你这两天啊 你这个情绪波动太大 你是科里的骨干 你的情绪 我得照顾一下啊 对 但是我真没想到 是这么大一个事 不好像那句话啊 出国的事是大事 一定要谨慎 知道了 我先走了啊 那黄自立在干吗呢 黄自立最近我也没联系 他不是跟那个老曹 跑医疗期限了吗 他倒是挺能上能下的啊 哪天我约他一下吧 咱一块吃个饭 行啊 他要是愿意 我肯定去 行了 我先走了 大伙买过了啊 谢谢啊 少喝点 老曹 知道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一会儿见 中文字幕——YK